原住民基于传统习俗自制猎枪狩猎 却常常传出枪支走火 误极伤亡的事故 而为了防止汉事的发生 狱里的警方特别办理了 用枪安全讲习活动 由警方业务组以及技术教官来授课 除了宣导枪支狩猎的合法性外 并且教学正确使用原则 建立枪支安全管理的重要观念 原住民基于传统习俗自制猎枪狩猎 却时常传出枪支走火 误极伤亡的事故 为了防止汉事发生 狱里的警方局办理了用枪安全的讲习 由狱里的保安组来授课 除了宣导枪支狩猎的合法性之外 并教学正确使用原则 建立枪支安全管理的重要观念 事实上是激发前准 你兴奋的 你把他要打他 就是我都晚上看一下 是什么在看 他可以把他打他 在看这切实动物 是什么 可以打动物 散衣服量的 尤其有一些地方 是好几人在打 不是就你们一个人在打 是好几人在上面 打错人了 自制猎枪走火 误极伤亡的案件 石油耳闻 去年8月 华林佐西乡 一名布农族男子上身打猎 疑似骑机车时 把猎枪放在机车脚踏板 枪管朝上 不慎走火一场毙命 上个月光复乡 一名阿美族男子 被自制猎枪击中胸口 插点姓名不保 尤其分局表示 为了避免家中未成年 取得猎枪发生意外 或遭歹徒 窃贼窃取变成犯罪工具 呼吁所有合法旧友人 将自制猎枪妥善的储存 在铁柜内 枪弹分开集中保管 铁柜需要牢固 兼具防盗 防火以及通风的设备 狩猎时互相提醒 用枪的安全原则 防止意外发生事 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记者高雙雙预证采访波动